不是因为我写的很精彩 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总有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家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 我们转移了路 在静静的晚上 然后车转移了 在静静的路上 我们将在虽然云的洋 在我的天时代 发生在中国的维护 我们继续走 到百分比来的 每年都是阴历五月 二十多天有时候要是那个汉石 要是猜好 就正适应的时候能猜 也就各把月的 你踩 踩起来 往哪里 走吧 踩乱了 喂 啊 OK 这种鸭是那种一种药物 但嫩前可以吃 老前可以吃 也可以靠茶 瞅着这个 最好给你拿回去 这样的 这种药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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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接我一下,我们拿不出口 我主要就是把这个赤鲁家,还有老山芹,还有那个 这个应该叫山芹菜 这些呢就是给它再干尿,洗一洗,炒一下包馅吃 更好吃,冬生之后随时都能吃 我这以前都自己上山菜 我今天是八十多年了 我基本上每天都一天吃 大概起码能有二十多年了 今天买了土豆 买点土豆 比如说我经常在这买菜 好多人都熟悉 都认识 感觉城市非常活泛 而是有气氛 喜欢这很香的 我们今天还得逛完 然后坐飞机回北京 我只逛过延级的早市 因为我是在上车读书的 我是广东人 这是我逛过最大的一个早市 所以我也没逛过几个 我是湖南人 我觉得很热闹 然后大部分过来的人 可能就是第一次见到 卖水果卖蔬菜的种类 都很多的场景 我就想买那个 尹胖子油炸糕特意来买的 看着车水马龙的这种感觉 现在所有的经济都恢复了 看到了人气 有了人气就感觉到 什么都好了 在这个城市 有美丽的热门 也有清真早上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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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明显的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我会常常记忆这些秘密的地方 和带来它的香味和香味 在我们的生活中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